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上一屆我因為傷患 所以不能參加亞運 今屆我為了亞運 因為亞運始終是一個 運動員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舞台 僅次於奧運 所以其實這四年我都不停裝備好自己 等這個亞運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用自己的實力去爭取到這個位置 現在的狀態來講 未算是100%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會有一場比賽 那個比賽純粹 我會用來做一個調整 還有因為我知道日本隊 參加亞運的三個選手 都會在這場比賽上參加 所以其實是可以測試一下自己的水平 大概是什麼位置 然後可以再用這個比賽 找到自己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 或者有什麼可以繼續做得好的 在之後的訓練營裡 就可以做最後的改善 還有再做最後的進步的空間 我們去年的亞洲錦標賽 就是今年的亞運會的比賽 course 其實是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 嘗試過這個比賽 course的路線 對我來說 因為這個印尼的比賽路段 大部分都是平路 我個人對於平路是擅長一些 因為可能我比較高大 如果有爬山的路段 我會比較辛苦 那還有 但是有另一個挑戰就是 比較耐熱 就是比較熱 因為我比較高大 所以吸熱的情況 可能比其他運動員會比較嚴重 所以我要自己處理好 在單車上面要補給的水分 要補給得足一點 還有在跑步上面 要盡量補充足夠的水分 不要讓自己中暑 我自己強行是游泳 那我希望 但是因為游泳 因為我們這次在一個湖裏面游 所以其實水溫都偏高 比起平時比賽 可能平時比賽的水溫大概24至25度 但是我們上年去比賽的時候 是差不多接近30度的水溫 基本上可以說是在 溫泉裏面游 所以其實這個 我們都要自己去做好準備 因為水溫高的話 令到自己的心跳 和所有肌肉都會更快減少 會令自己個人會更加累 所以我們要自己懂得分配的速度 和力量去完成比賽 我希望在個人裡面 可以取得前五名 最重要 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看能不能衝擊到獎牌